5.得逞正觉 那天黎明,西达多在毕波罗树下 彻悟唯妙甚深的缘起法 一切对生命的疑惑都消失了 西达多以右手触地说 大帝为我作证,我已经觉悟了 突破人类长久以来被自我蒙蔽 被自我囚禁的无名状态 西达多看出人的身心世界 处在一连串不断轮转变化的因缘锁链中 苦恼便是这样聚集起来的 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以智慧冷静地观照身心 了解身心世界的实况 并且放下对贪嗔痴的执着 也就是说能够放下小我 进入到无我的体验中 这就能够证悟到 原来在心灵的深处 正藏着无限的宁静和安详 只是我们平常被贪嗔痴烦恼 所蒙蔽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见到心灵宁静的本质 证悟了涅槃极境 西达多从此称为佛陀 我们所谓的佛陀就是指一个完全觉醒的人 连带的他打坐的那棵毕波罗树呢 从此被人改称为菩提树 菩提树就是智慧 菩提树就是智慧之树 而当地加耶这个地名 也就被人改称作菩提加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